对于公安部的这一举措 曾大力呼吁废除户籍制度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11月25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同样关注有关问题的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向本台表示 胡星斗认为要彻底消灭黑户 最根本的方式还在于改革 现行户籍制度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中国约有1300万人没有户口 即俗称的黑户占总人口1% 而鉴于还有不少未登记的情况 实际上的黑户总量将比1300万更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2014年的调研显示 这些黑户中超过六成是超生人员 其他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 弃婴 未婚生育 相关证件丢失 户籍办理程序繁琐 或基层部门不作为等多种原因 导致的无户籍人员 因为没有户口 这些人无法享有社会保障 无法买机票 上学工作也受到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采访报道